世界高中餐飲科成果展 今年以海洋游轮饗宴作为主题 就像海洋广纳百川 在餐饮食物上无所不学 透过丰富且多元的课程 让学生更早体验业界现况 世界高中的餐饮科 其实是我们学校的最大科系 那我们除了在设备上面 每年不断的更新之外 像有很多先进的设备 也创了很多学校之先 例如说像现在业界最常用的 万能症烤炉 学校在前年就花了20万 买了一个万能症烤炉给学生做使用 那我们所做的这些设备更新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跟所谓的业界 跟业界做无缝的接轨 也希望学生到了业界之后 不但只是一个餐饮科毕业的学生 而是一个能够现场操作 所有最新设备的一个孩子 成果展主餐 香烤鸭胸佐波特酒匠 菜肴以台湾和鸭 取下的鸭胸皆为一公斤以上 带有丰富的油脂 经过多样的烹饪手法做出外酥 内嫩的口感 海乐物三重奏 将三种不同国家料理搭配组合 而成一份主餐 其中美式香甜带辣猪肋排 在香甜微辣的酱汁中烤焙 最后呈现丰富多层次的口感 我们这一次我们是使用西餐客所学到的菜肴做呈现 那我们是搭配着法式烤鲭鱼 然后香煎鸡胸肉 然后还有我们的带辣猪肋排 我们是将猪肋排香甜的酱汁 然后就是淋在上面 然后做烤焙的动作 让它就是有点顺口 然后像鲭鱼的部分 我们是使用奶油下去做烤 就是煎煮的部分 煮菜的部分是香烤鸭胸佐波特酒酱 香烤特选鸭胸搭配特制的酸甜波特酒酱 鸭胸特别的处理法 搭上蒜油烹调的食蔬 一同吃下创造丰富的层次感 当天的成果展以餐饮竞赛菜肴展示 自助餐会餐点位上 培养学生符合产业需求 从而理想到实现 从讨论到制作 完整实践餐点的创作精神 开破新竹外事联采访报道